最主要是受到高压回流的影响 一样北边这个高压的中心 慢慢的往在这个海上往东面移动 我们台湾的话是吹的 有点偏东风到这个东南风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我们的西半部地区的话 都是相当的气氧稳定 东半部因为是迎风面 所以云量稍微有点偏多 另外西半部要稍微注意 是空气品质扩散条件 尤其在我们南部 高雄屏东附近 扩散条件没有很好 这个空气品质是有机会达到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这个橘色灯号 因为我们台湾附近 目前都没有什么水气 所以天气持续都是比较稳定的状态 明天也是类似的情况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 礼拜四的晚上 有一波风面云气会略过我们台湾 到这个持续到礼拜五的这个早上 那么也可以看到这波风面的话 其实它的位置是比较偏北边 再加上它的移动速度是比较快 所以对我们台湾的影响范围 主要是中部以北跟东北部 可能有一些短暂的阵雨 但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因为这两天台湾的温度 算是比较温暖一些 所以有这个暖空气 那么北方的话 这个封面通过的时候 这个封面的一个机制 或者说它的一个强度 算是比较明显一些 对流会比较旺深一些 所以不排除会有雷雨的情况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虽然目前看起来影响时间没有很长 就是到这个礼拜四晚上到礼拜五的这个上半天 但是中部以北 东北部我不排除雷雨的机会 稍微的留一下 那么那波封面通过以后很快的 接下来是东北风流增强 礼拜六礼拜天周末的时候又恢复成 比较稳定的天气了 但是到下个礼拜的话 可能天气就没有像这个礼拜这么稳定了 会有一些这个封面要特别注意 来看一下这两天比较容易下雨的区域的话 目前看起来是我们东半部的封面地区 这个云量有点偏多 有些局部领先的短暂战雨 但是其实降雨机率都没有到很高 接下来就是在这个礼拜四的晚上 一波风雨漆流过我们这个北台湾 所以在我们的中部以北跟东北部 都有下雨的机会 但是最主要是我们北部跟东北部 那么这个封面的话移动速度也很快 大概在礼拜五的下半天 封面就会逐渐远离 又转成比较偏干的这个空气 但是东北风有稍微增强 所以北部的话云量会稍微的增加 但是到礼拜六礼拜天 转成偏东风之后天气在西半部 又转成比较稳定的一个情况 但是东半部云量还是稍微有点偏多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外来四天比较容易下雨的区域 最主要是礼拜四跟礼拜五这两天 礼拜四的晚上甚至深夜 到礼拜五的上半天 最主要是中部以北 东北部有一些短暂震雨 其他的话就是我们东半部 可能云量稍微比较偏多 那么其他时间的话 其实是不会有太明显的雨时发生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要特别注意的是温度 像北部的话 未来的这个礼拜 低温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变化 大概在19到22度 相对比较舒适一些 但是有的时候甚至有风的话 会有点微凉的感觉 那么在白天温度的话 礼拜四之前都有到 这个29 30度 但是礼拜五的话 因为受到东北风增强 雨浪偏多的一个影响 所以可以看到 白天的温度 其实落差是还蛮大的 礼拜四很温暖 礼拜五是有点凉 礼拜六礼拜天的话 再逐渐回升到下个礼拜一 大概礼拜六到礼拜一 有27到28度左右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中部的话 就比较没有受到 这一波的封面的一个影响 或是封面后面的东北风影响 所以温度变化没有很大 低温大概在22到24度 中午高温30到31度 南部也是类似的情况 低温大概在24到25度 中午高温 未来一个礼拜大概在28到31度 而且越到下个礼拜的话 温度会越来越高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持续都是比较稳定的 就东部的话台东绿岛附近 偶尔有局部联系短暂正雨 南部要稍微注意一下空气品质 高雄屏东有机会亮 这个橘色灯号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 明天白天的天气 跟今天比较类似 但是明天的话 云量会稍微的比较偏多一些 南部还是要注意空气品质 东半部的话可以看到 花莲跟台东 会有一些局部联系的短暂正雨 所以几个重点提醒大家 明天的话天气持续是比较 晴朗稳定的 那么白天有点热 早晚比较舒适 但是有的时候会有点 这个微凉的感觉 南部的话要特别注意空气品质 那么礼拜四晚上 会有一波风门雨气略过 在我们中部以北跟东北部 都会是有雨的天气 但是最主要的话呢 北部可能相对来说 会有机会 这个雨势相对比较明显 有可能会有这个雷雨的机会 提醒大家特别留意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天气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